黄毅 而在前一段时间 黄毅与黄毅清的离婚案终于开庭 具体内容却没有向外透露 但在2月12号 黄毅清在微博上发文称 只要那几个黄毅的粉丝不再黑他 他看在孩子的面上 不会在任何公共平台说黄毅一句坏话 黄毅清微博配文 我想通了 以后只要黄毅的几个脑残粉 停止对我长达数年在暗地里的抹黑攻击 我就公开保证 我再也不会在公众平台上说黄毅一句坏话 不仅如此 我还会支持他 这也算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我主动是出史无前例最大程度的善意了 以后只要那几个小孩 不有事没事背后攻击我 我就不会攻击黄毅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当然如果不愿意平 那么我同样也没理由单方面收声 看得出来黄毅清不愿意被黄毅的几个粉丝攻击 他看在孩子的面上 不会再去攻击黄毅